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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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风等丰富演出 不分年龄非常适合邀约新朋友一起来参加 出国搭乘华航班机或出差返乡 要搭乘高铁的弟兄姐妹 可以协助报教会企业会员号码来祝福教会 而企业会员雷点并不会影响个人会员哦 快把这两组号码记在手机里吧 夏凯纳汽车临时停车证开放申请中 欢迎有需要的家人们多加利用 由于车位有限 所以先到者先停 停满为止哦 而去年度已经申请过 今年还想继续申请者 请在本周日下午两点前 到崇拜服务台完成申请 详细资讯请参阅周报 你的孩子也想过个热血又充满回忆的暑假吗 那就千万不能错过青年暑期服务队 透过团队合作筹办营会 让孩子建立美好品格 鼓励家中有国中以上之家长 踊跃为孩子报名参加 报名请上教会2.0APP 3月5号前享有早鸟游会哦 上周开赖教会大小事 感谢神 回为多年的等待 实体居兔营终于在上周圆满落幕了 上百位的学员一起在鸡河堂 被建造成为门徒 透过牧师带导者的分享与陪伴 每位学员都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 并且超练属灵恩赐 立志成为耶稣贵重的器皿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青年暮区梦想基地 也在2月顺利开张哦 第一场圣经辩论大会 就吸引到将近80位学生参与 大家一起研读 哥林多前书 在牧者的遮盖下 彼此讨论圣经议题 大家都有满满的收获 还有还有还有 香味飘逸到整个士林夜市的 复古春宴烤肉高中场 也在上周圆满落幕了 近70位的青年齐聚鸡合堂 团聚吃烤肉 其中有19位是新朋友 当天不但有好料可以吃 还有大有恩高的启示性祝福 让每位学生带着宝足跟祝福 迎接新学期 将荣耀归给神 儿童牧区寒假肌肉营 也在上周圆满落幕了 超过50位孩子参与其中 透过团康 戏剧等趣味活动 锻炼孩子体能与品格 更在四天扎实 分铃的圣经课程中 培养孩子的属灵根基与肌肉 让每位孩子都成为神国小精兵 将荣耀归给神 另外上周也举办了 牧家感恩餐序 邀请到教会牧者 传道一家大小 一同与刘牧师刘师母聚餐 当中除了爱之与感恩行动 还有孩子们的成长现况分享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以上为本周教会大小事 更多教会消息 请上教会官网 或扫QR Code 参阅电子周报哦